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终生命苦淡了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华语 所有世界的差别境界 其与而所的大悲大怨 差别境界从大悲而起的 从大怨而起的 这就说无一切相见了一切相 没有众生见了一些众生 调伏的无量众生 调伏众生没有见众生相 西是无余 什么缘故这样说 说此位的菩萨 如这个无奈伦三位的菩萨 他为了度于一切众生 为了度去众生才修普贤恨 为了度去众生才得普贤智 修普贤智就生了普贤的智慧 为求求业自常无退舍 为一切佛萨照世间灯 准不可说不可说法轮 以妙辩才 直问如来 无穷尽实 是称佛道 无有边际 调伏众生恒无废舌 常心修习普贤恨愿 未曾修习 四线无量不可说不可说 散身相 无有断绝 那就是上头这些门呢 门门无尽 是什么呢 普贤度生的大叶润 何也够 譬如烟火 谁说有缘 与儿所事 火起不喜 菩萨摩克萨 以夫入世 观察众生界 法界 世界 犹如虚空 没有边际 乃自能于一念之间 往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神术 佛所 一念之间 往无量无量的佛刹 佛所 以佛所 若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自 种种差别法 因一佛所 咱们举一个例 就实价摩尼佛 咱们这个三千大千四界 有好多众生 每个众生要说好多法 所以说 不可说 不可说一些字 种种差别法 那无量世界的各个差别不同 那咱们众生 教义上来说 这就咱们所知道的 新乐世界的法 跟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法 不一样的 要是流露光荣来世界的 佛所 教化众生 所说的种种差别法 跟我们这个世界 也不一样的 而且这是说的 不可说 不可说的世界 无情无情的世界 那令这些个 不可说不可说 众生界 出家修道 出家们为了修道 勤修三根 酒精清净 令不可说不可说的菩萨 与普贤横怨 未决定者 而得决定 未决定的就是 没有发普贤的横怨 还没有决定 修行普贤横怨 令他们都决定 修行普贤的横怨 修行这个入患的法门 让一切菩萨都决定 修行普贤的横怨 都决定 拦住在普贤的智慧之门 也无量方面 不可说不可说 三四 成住坏 广大差别 空妹说 成住坏空 四大 四大节 这住三个不说空 不可说不可说 成住坏 差别节 也是时间 成的时间 住的时间 坏的时间 如果不可说 不可说 成住坏 世间差别境界 各个世界 成住坏 不一样的 都是因为 大悲大怨 调伏无量众生 就这么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呢 以大悲大怨 调伏众生 说 发普贤横怨的菩萨 持菩萨摩河沙 为了杜托 为了杜托 众生 才修 普贤横 因为修 普贤横 以普贤横 来度 一支众生 因为修 普贤横了 一定生出来 普贤的智慧 那就满足了 普贤 所有的恒愿 这样说 菩萨 修 普 言恒 有没有圆满 的时候呢 没有圆满的时候 成不到佛 要是行满了 成了佛了 成了佛了 那个叶蓉 普贤的恒愿 叶蓉 还行不行呢 说我前头跟大家讲 这 果厚 普贤 就成了佛了 还照样的 行普贤横远 无情无尽 更广大了 不论要横 骗一些戒 要术 要一些时间 横骗一些法戒之内 给说祝福 时间呢 无限 无尽 十无尽 处无尽 度于众生 是一些佛刹的众生 度好久时间 时间没有穷尽的 无时间的时间 所以菩萨祝福 愿力 是度尽众生 而众生 永远无尽的 那祝福菩萨 愿力 也永远无尽的 祝福菩萨 度众生的 愿力无尽 菩萨的 祝福菩萨的 大智 大会 也是无尽的 因为菩萨 因为菩萨本来就为了度众生 众生无尽 他用度众生的 体相 用的 用 所以才无尽呢 同时呢 菩萨 有一个 灌 叫无奈伦的 灌 就这个定 这个定 众生 世界 入虚空 既然是众生 跟世界 像虚空一样 虚空有边际吗 虚空有近的时候吗 不论开好多门 目的 都众生 都众生 说火吧 火得有生起因缘呢 过去吗 用心 或者木材 火着起来 你永远往里头填木材 那火永远洗不了的 没有木材填了 火才洗呀 心要多 火就在 心没有了 火就不在了 那菩萨度众生 众生没有了 那菩萨就完了 没有事做了 众生永远没有没有的时候 那众生这个因缘 所以 菩萨这个大众啊 这些是普贤恨 这些是普贤字 这些是普贤恨 都是为了度众生 什么时候才满足 普贤的恨愿呢 众生度尽 众生永远不尽的 普贤恨愿 永远入世行灵 无宗 无宗 世故祝菩萨 应与入世 总类 入世警戒 入世威德 入世广大 入世 一切祝福 现前重 入世 一切如来所护念 入世 成就往昔的善根 入世 其心 无奈 不瞪 三昧之宗 勤家修行 离入热闹 无忧疲倦 心不退转 立身的自要 荣猛无缺 顺三昧的境界 若男士的字地 不以文字 不着世间 不取诸法 不取分别 不眼着世事 不分别境界 宇宙法字 单应难重 不应成量 所谓 亲近一些字 误解佛不提 成就法光明 思与众生的善根 于魔境界中 拔出众生 令求得入佛法境界 恋不舍大愿 恋情观出道 真观尽敬 成就诸斗 于其佛生心结 尝试 关押一切法性 无时斩舍 应之至深 宇宙法性 普及平等 这一段 这一段 修行普贤衡 是若菩萨应于种种的境界 种种的威德 种种当时 修行普贤衡 显示什么的 不可思议 普照明是指 智慧说的 过去一些祝福 现前一些祝福 现出一些祝福 若以来的祝福 常识入世 从这些个道理讲 佛从来没有入涅槃的 说祝福 古佛 五十三佛 三十五佛 没有一佛不度众生的 没有一佛不互念众生的 那在祝福 祂那个意念 祂那个智慧 永远是无奈的 永远在在 无奈伦大定当中 普三三昧 这些个修普贤衡的 勤修普贤的 他没有热闹 没有脾肩 没有退转 他那个自向力的很深 度尽众生 没有缺药的时候 没有说众生难度了 困难了 退转去 那就不容蒙 那就缺药 这些大菩萨没有 为什么 他顺无奈三昧定 这都是显这个 无奈伦三昧定的 如到难死的智慧地 不一文字 在世间 不着世间 这就是咱们那个十回向 不着不法 无奈 泄脱 在世间度纵上 不着世间 不取世间法 不取分别念 不眼着世间 四四不眼 也不分别境界 什么好境界 坏境界 严境界 物境界 清净境界 没有分别念 难度是什么样的智慧呢 法界自 无奈自 无奈自 就是这个 无奈定 所生出的无奈的字 难住于 无奈定 误解了佛的菩提 常识 经济一些智慈 成就了法光明 常识给众生 私语众生 私语 就是说法 说法就是教育 教授 让一些众生 种善根 从魔境界当中 拔除众生 这个魔不是天魔 不是人魔 是偷偷五蕴魔 是自信的魔 让他转入佛法的境界 这是菩萨的大愿 清观出道 真光轻盈的境界 成就了十度 对于一些佛 生身信节 不是钱的啊 钱的圣节呢 是地钱 地钱的圣节是钱的 是果上的信节 那是神的了 都是称法性 观众法性 没有暂时的 一念的舍弃 为什么 直到自己身 跟住法的体 平等平等 法性及佛性 佛性及法性 佛性法性 平等平等 同时一性 应当了明解到 世间所做的 做一切世间法 随世间节 所做的一切 这是如法的智慧 这是散巧方便 如法性离体的智慧 说起的散巧方便会 因此 常经进 没有修习的时候 没有一念修习的时候 应观自身 善根鲜少 应增长 他住善根 应自修行 一切自道 应增长 菩萨的境界 应乐观 进入善自身 应与同行 耳共自助 就是常识 跟善自是 共同自助 不分别佛 不舍离念 不分别就是佛 就是觉悟 觉 觉没有分别 就佛 佛 佛 道同 应不舍念 这个念 就是念念念佛 念念成佛 念念是佛 不舍念 这就要能拦住了 平等法界 这个法界只是心说的 拦住于平等心 应直到 从真心所起的望 一切心实 实啊 咱们现在的实 如幻 不是真的 以什么来指实如幻呢 以智慧 直到 一切众生心 都是虚幻的 不是真心 是幻化的实 应直四言 住行入梦 一切所有的动作 全是梦境 不是真实的 应实 应知 这都加个应知 应啊 知就是智慧了 以智慧 直到 一切祝福的愿力 出现于世间 如影像 不是真实的 叫什么呢 悲愿 做幻化的佛事 度那幻化的众生 都不是真实的 应知 做广大业 这个业 完全是度生事业啊 度生的广大事业 只是祝福菩萨的变化而已 应知言语 就是想 音声 应知言语 吸气如想 没说一理啊 一些言语如想 关系如法如患 这些生命法 都是音声 神没法如音声 这叫什么呢 这叫是无奈伦三昧 宗生 雨生 风生 咱们打宗的宗 庆 一切声音 生 生 自在 直到这些个生命的声音 生 生自在 什么自在 性自在 但有一些声音 都是自在 但有一些元素 一些言语 元素 回应 入想 就是不是真实的 入患 入想 入患 应知所住的一切佛传 不论言诈 净他也都不分了 极乐世界的 说不世界的 要是流光的世界的 都是你所去的无量无量无量佛唱 没有体性 因为 请问如来佛法 因为为谁啊 因为一些众生 说菩萨心 穷正生界 他的定 跟他的用 没有 编 没有记 没有宗旨 没有奶瓣 这样的修行 菩萨 这个 得三昧伦的菩萨 是这样的修行的 现在理解了 调伏一些众生 说法要知识 而不要修行 知识说法 而不修行 时呢 就是时间 什么时间呢 缘起 有缘才能说 无缘不说 那一切的境界相 这是缘 无缘不限 我们所有一切境界相 你所见到的境界相 是缘 这是缘起 读法 那一切 读菩萨 读佛如来 他以神通 乃至于他们的定力 就是人们无伦的定 乃至一些智慧 度众生的大用 这都叫缘起 不是真实的 但是 不论读佛的 所现的境界 以他定 所缘的境界相 缘的是一切的 众生 众生是妄 直到读佛菩萨是智慧 直到众生是妄念所起 缘起 缘起都是妄 不是真 妄有哪儿起的 妄有真起的 性空缘起 缘起性空 但是 这一切的法 一一没有奶半 三昧没有前计 没有后计 也没有正入三昧的正入 入计 都没有 一切都没有 以神为宗子 他的目的 绝言 绝心言 绝心中原念 绝余念的传达 一切都没有 不要思念 要干的菩萨 要干诸佛 不做思念 为什么 是自聚 明知诸法无作 而四限作业 明知无作 而四限作业 明知诸法无作 而泄脱众生 众生它是执着的 明知诸法 明知诸法 无权 无实 明造 诸法 没有权实 而四限权实 明知诸佛 不可见 不可知 不可说 而四限 诸佛的实力 死无所谓 撒不自海 都叫四限 成体 而起的妙容 那诸佛入来 舍守众生 不舍众生 让一切众生 入住佛术 让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 如来所护念 不得现在自在 过去自在 未来也自在 信节欲望 功德 妙容 细节 情境 这一段 华原书筹 说这境界相 说这么多种 因此呢 才知道 总结以前的意思啊 福子啊 菩萨 菩萨 入世修行 普贤之行 普贤菩萨 跟于会大众的菩萨说 说这样的来修行 普贤行 上来我念着这十种啊 就是这样的修行 普贤横 这样的圆满 普贤境界 这才是真正的 通达了 出离之道 现在咱们 讲着 菩提道 出离道 要到这样子 真正的 究竟 出离之道 如是 受此 过去 现在 未来的佛法 如是 观察 一切之门 如是 思维 不变一方 咱们讲 这个三昧 现在都讲 如幻 如幻 现在让你 思维 不变一方 如是 明解 争上的自乐 趋向 与究竟的快乐 不是 心结 一切如来 这样的幸福 那我们可以 对照 我们现在 信佛 是不是这样的 信佛 这样 真正的 信佛 真实 觉悟了 这理解到了 这样的 理解 一切如来 如是 了知 佛的力 广大 无边 这才是 佛的真力 如是 决定 无所耐心 决定了什么 一切 没障碍 心通达了 接着呢 入世 奢受 一些众生 咱们说 度众生 度众生 这才 真正的 度众生 接着才能得到 佛的真正的 加持 的利益 菩萨的内德 圆满的利益 能够把佛的果得的利益 奢受成自己的 持续 同佛的果的利益 就得到佛果的利益 这是普贤 菩萨又一个三昧 佛子 菩萨 菩萨 若普贤 菩萨 所做的 如是大智慧三昧 十方各有不可说 不可说的果斗 一一的果斗 各有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神术 如来的名号 一一名号 各有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神术 祝福 而献其前 与入来的面力 与入来的面力 令不忘失 入来的境界 与一切法 究竟会 另入一些字 与一切法 种种意的决定会 令受此 一切法 屈辱无奈 入这个普贤所住的 大智慧三昧的时候 那就说正德了 入这个三昧的时候 得到以下 我刚才念的 这些个 得吧 得到这些个功德 与无上佛菩提 令入一些字 开悟了法界 就真正开悟了 侮辱法界 那么 与菩萨的 究竟会 究竟会的境界像呢 令得一切法 光明 一切法 都是光明的 没有黑难 与菩萨 不退责 令指食 非食 散角方便 调副众生 调副众生 得有智患 也不退责 指食 非食 说法 得指食 指非食 还得加散角方便 同时 与诸无障奈 菩萨的辩才 令误解 无边言说 无尽 与词 与言说 一词 言无量意 一意 又说无量法 无量法 令众生 开悟误解 得要靠辩才 辩才 辩才是什么 是智慧 是无奈辩自 正得这种辩才智慧 有神通变化力 令现不可说 不可说的差别神 能现无尽神 差别呢 是众生无量 菩萨得现无量神 随顺众生 说咱们念地藏经 对我们所现的化身 无穷无尽的 无穷无尽的 那么 佛字 丧不知说 文书斯理菩萨 容易浅解 丧不知说 那是形容词 佛没有 不知道的 形容他的 变化身 度众生之广 仅此而已 这样来 开悟众生 圆满因 神叫圆满因 令人 达到圆满了 没有差别的因声 因声圆满了 令现不可说 不可说 差别因 圆满因 能够现无量差别的因 种种种言辞 开悟众生 众生有种种类 众生有种种语言的通道 不堂娟力 不是空空白白的 这个力量啊 没有浪费掉 就不堂娟 没浪费掉 干什么呢 令皆众生 都得到好处 或者文法 或者践行 都能成就 无空过折 佛子 菩萨摩扫 若是满足了 不先恨了 满足不先恨 就得到如来力 就净处理了 真净处理了 满一些字 以无奈变才 神通变化 究竟调伏一些众生 据佛成就为德 静普贤横 住普贤道 清静普贤横院 住在普贤的道上 为调伏叶子上 钻一些微妙法轮 今天讲到这里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红力藏 随蒙雷泻之灾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督众 力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火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许任世尊 诗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诗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 共30万 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 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那么不大呀 阿弥陀佛 那么欢迎我们所有的佛友 来学习一点的传统佛教文化 仪素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学习什么泡一杯茶 佛跟茶有很久的殊胜的因缘 华人的地区已经有喝茶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么从古代到现在呀 我们有因缘的话 跟佛友一起喝茶 我们可以分享很多好的建议 好的因缘 但是呢 我们学习茶 文化的时候啊 我们要让茶变成不是一个普通的饮料而已 但是变成一个和平的饮料 也变成一种学佛入门的一个门 我们可以开始做下去啊 那么我们自备的佛陀 又教八万四千的法门 让我们可以解脱 我们生活里面也可以用一些茶的文化 茶的茶礼 让我们可以安静 学习佛法的精神啊 那么首先开始啊 平常我们真的有拜一个茶席 我们请一些佛友来喝茶 我们都先会欢迎大家来一起喝茶 为什么我们要先做一个礼的意思啊 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平常的时间 到一个安静时间 也是我礼的时候 我是恭敬我前面的佛友 我是恭敬一个未来的佛菩萨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有佛心啊 所以佛法的艺术 跟普通的艺术的差别在哪里 在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东剧的地方啊 我们学习茶文化 我们是学习 什么让 什么服务所有的众生 所以呢 我们要观想 我泡一杯茶 是泡茶给未来的菩萨 一个未来的佛 所以我一定要用 我最大的心 泡一个非常好喝的茶 可以供养一个未来的菩萨 这个思想是很重要啊 我们学习的 下来呢 我们需要稍微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啊 你今天看到我们这样子拍的茶洗 是简单 不是太复杂 当然在家里不需要这样子拍 一个壶 一个杯 也够了啦 但是呢 请特为了庄严 我们又做得比较整齐一点 下来我们刚刚有先礼 下一个动作呢 是我们要拿一个茶经在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用两手截 然后放在我们的前面 这个是我们要开始那个这个茶理的方式 那么每一个动作有它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 还有我们拍的方式都有它的重点啊 慢慢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 我们会知道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啊 下来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开杯 我们的杯子都是先放这样子保持感情 然后我们开杯的时候 我们的杯子都是空空的 很像我们的心也是要空 因为无我 我是无常 你是无常 我们都是无常 所以我们有同样的心 你是我 我是你 我们都是在一起学习啊 那个我们学习茶的时间啊 我们真的会学到 大家都是平等啊 没有高没有低 现在呢 我刚刚开杯 下来的动作是什么 我要问壶 我要问杯 这样子 我们泡这个茶 都可以保持一个 平常的一个温度 现在我是拿着茶壶 站在茶净上面 下来出水到我们的茶海 我们一定要让所有的水出来哦 不要放一些的水在里面 不要放一些的水在里面 下去站一下 归位 因为我们学习茶道啊 我们不要随便放一个茶净 一下子放在桌子上 一下子放在别的地方啊 变得很乱很杂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 所以茶净从那里出来 那里放回去同样的位置啊 第一我们的客人都看起来很干净 还有比较舒服啊 然后每个动作比较容易急的什么做 下来呢 我们是问杯 还有有一点的水在里面的话 可以先处在水意里面 下来呢 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 准备我们要用的茶 我们拿着我们的茶净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是放在我们前面 放在茶净上面 下来我们拿我们的茶馆 慢慢盖子放在旁边 然后我是用一个 然后慢慢来开始 拨这个茶放在茶中上面 那么这个茶壶大一点 所以可以用多一点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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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客人在的话 你也可以稍微拿上来 稍微看一下那个茶叶 今天我们在用一个台湾的高深茶 它可以看一下是球形的茶 它的颜色是一个翡翠的绿色的 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客人看一下这个茶叶 他们在看茶叶的时候 我们的湖的盖可以拿上来 然后放在茶巾上 然后放在茶巾上 下来是拿你的茶海 然后拿那个茶标 慢慢来放在我们的茶壶里面 我们用的动作不要太大力 要很安静 下来我们拿我们的水 我们水的温度也是很重要 温度太高 茶可以变着橫色 温度太低 没办法它的香气可以跑出来 跟很多事情都是一样 我们要中间是最好的 现在呢 我们都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们要等这个茶 慢慢来慢慢来开始跑出来 我们在等的话 我们可以先拿刚刚那个 温杯的水倒掉在水衣里面 今天我是在泡一个高神茶给大家可以喝 所以我会跑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稍微注意 不要超过四十五秒钟 这个第一炮 这个第一炮 我们在倒的时候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最好你出水的时候 湖是在海的中间 然后我们要等到最后一地的茶都出来 我们有叫这个最后一地的茶 黄金地 因为它是最有味道 最最最最最最满的香气 还有我们全部的水出出来啊 这样子 这样子也不会让那个里面的茶叶再煮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我们也是一样按我们这里的茶经 然后我们开始倒 真的讲我们不要倒全满的 因为你全满的话 客人拿茶茶杯的时候啊 可以躺熟了 所以我们放这差不多三分之一 今天我们是准备五个茶杯 因为我们有五个的客人都可以一起喝茶 那么我们开始要封茶的时候 我们待会儿会教你们什么封茶 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泡第一杯的茶 现在呢 我们跟我们的佛友请喝茶 我们拿我们的茶跟茶杯 放在他们的前面 我也是会拿我的茶杯 我们会请他们请喝茶 然后我们要喝茶的时候 也有一点的我们可以稍微注意 第一呢 我们可以看他的茶汤 有一些的茶会有一些黄金的茶 颜色啊 或还是红色的 我们可以看他的茶汤 稍微靠近我们的脸 我们可以开始问他的香气 下来呢 我们是用我们这样子两个的手 拿着的杯 我们会先喝一口 我们会稍微注意 我们会稍微注意 什么样子的口感 什么样子的香气 然后我们可以慢慢来给他喝完了 我们可以慢慢来给他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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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杯泡喝完了 我们的杯子放在旁边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准备第二泡 第二泡也是跟刚刚跟第一泡很像 先茶壶 该放在我们的右手边 水开始倒进去 因为我们第一泡会泡的比较长时间 我们第二泡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看什么样子的茶 我们稍微自己知道我要泡多少时间 这个时间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佛友问一下 也可以安静在这边呼吸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也是要开始拿茶壶 按茶经 开始出水 跟第一湖一模一样 我们要让到最后的一滴的茶水出来 现在呢 我们刚刚泡第二泡的茶 我们也是会茶海先蘸茶经 结给我们的左手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 倒茶是在你的左手边 还有我们自己一起喝茶 茶海下来也是归位 第二泡跟第一泡一模一样 我们请我们的佛友请喝茶 按我们一起稍微喝第二杯的茶 今天我们有刚刚开始学 什么泡一杯的好茶 希望大家可以用一点的时间 学习泡一杯的好茶 可以分享跟我们的佛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 希望大家平安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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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是行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